還有原來現在有一些地區就算是很潮濕的 都有澳洲那些草有些叫做Running Grass Fire 草上面有火 可能那個燃點很低 就已經開始有些地方是因為現在天氣好了一些 所以開始有火 所以它說由10月開始 現在我們是9月 10月開始就會將這個計劃 更加好去進行 希望能夠阻截到生火 我想我們要拭目以待 看看澳洲是不是用了這個新的方法 就可以阻截到生火了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第一個有趣的消息 這件事我有一個補充 澳洲生產的羊真的很多 平均每一個人來計算都可以分到幾十隻羊 聽到 我聽到 澳洲出的羊這麼多 自己是吃不完的 多數都是出口 那出口去哪裏呢 就很多出口去中東地方的 因為他們人口中東那裏都幾多 都是以億計的 那他們又不吃豬肉的 那吃羊肉 澳洲的羊肉很好 就找到中東那裏 那第二 為什麼那些草無端端會著火呢 就是因為澳洲有時候 比那天比較乾 草一些 還有太陽很猛的 太陽猛到什麼程度呢 是猛到可以 草或者樹葉上的那顆 露珠 那顆水點呢 都成為一種叫做放大鏡的作用 我們去那裡玩過的啦 就在太陽下面 拿個放大鏡來照著下面 找一些紫碎呢 就當時可以燒著那些紫碎的 那換言之呢 澳洲那些樹 無端端起火 就是這樣的原因 那也是因為澳洲有很多鞍皮仔 鞍皮女的 那就逢親是 那陣子不下雨 天氣好熱 再加上大風呢 那就是山火 非常之容易發生 那這幫傭人就特意去放火的 一年都速度幾下過的 那特意放火 放火就來這裡看 那這個意思 那這些大家就不值得鼓勵啦 那希望大家就是 大家都安全 那就是澳洲的出口也好 不過羊多有一個問題的 羊吃的草就會變成什麼呢 啊羊屎 普通山都羊屎的話呢 那就是 產生澳洲一個問題 澳洲有很多污蠅的 那就是因為羊的屎多 那就是污蠅 又喜歡汹汹汹汹的 那就是那些屎 那就是產生很多污蠅 那也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的 好 那請教施華講問第二個 新南威爾斯或者雪莉的新聞 請你繼續 好 第二的新聞呢 就是澳洲可以說是 基本上差不多是全球第一 進行一些非常阻礙的活動 不過都是 對於女性來說是好消息來的 那Chris就沒什麼資格說了 我們新南威爾斯的證據呢 就是宣佈了 那是給我們的公立學校學生的女生呢 是有免費的月經的用品 其實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已經很想一下 講不講得好像有點尷尬 但事實上 這個也是衛生的用品 不僅僅沒有東西 我其實看過一部印度電影 那個印度電影是拿獎的 是真人真事來的 叫做Pet Man 這個Pet Man就是 因為他很疼她的太太 但是她的太太就是因為 沒有那些在Menshrol的時候 那個Purid來的時候 那些Pets來用 於是他們印度婦女是很窮 沒有錢賣 於是就用一些爛布 諸如此類 是搞到她覺得她的太太可能會經常感染 那印度是大很多女性 因為沒有這些正確的健康的衛生用品 經常是因此而死的 因爲她感染了之後 醫得不好 那就死了 於是這個Pet Man 就是為了太太 就不斷希望 鑽研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來為她的太太 以及為其他的婦女謀福 但是因爲她這樣之後 印度的人就非常保守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變態大狂魔 她的太太因爲和她離婚 但是她一路哭著一路 遮擾自己 不斷去鑽研用一些最便宜的物料 最後她當然成功 她的太太也可以用 不單是她的太太用 是整個印度解脫了很多的婦女 這套是很好看和很感動 最後這個男士在聯合國那裡 是拿到獎的 所以我看完這套戲 我其實很深感受 我們先進國家的婦女 我以爲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都可以健康 但是原來在澳洲不是的 原來根據我們澳洲的政府宣示 澳洲其實有五分一的女性 她是不能夠負擔一些 這些這樣的衛生用品 還有15%的女性 也是因爲不想這麼貴去買 於是成人不更換 於是身體當然有問題 現在根據教育署的調查也說 因爲有些女性 或者她的家庭 或者她的負擔不起 她又收於啟齒 因爲這些衛生用品 很多人都覺得 是不可以說的嘛 尤其是某些民族 可能覺得這樣說是很收家的一件事 他們就不出聲 於是就阻礙他們學習 以及阻礙他們上學 可能他們覺得 有某個時候 他不能夠 提供某些的用品 他就不上學 或者少上學 於是原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的教育部長 其實在我們3月 2022年3月的時候 已經是提供給 幾十間公立的學校 作為一個試點 就是免費給他們用這些 這樣的衛生用品的了 那現在呢 到了今次 它不是一顆牌 它是可以拿的 譬如有一間學校 在我們NSW的 一間叫立琴的公立學校 它說以前就要去 如果那些女士是有女孩子 小女兒 學生有需要的時候 就要學校的校務處拿 於是要拿 那些女孩子就不拿 因為覺得很尷尬 現在它就不是 免費擺在學校的一個 公用洗手間裡面 如果學生是想要的話 是可以拿 而且是全免費的 那所以呢 根據我現在看到的那些資料呢 原來不單止澳洲先進 在英國呢 在2018年的統計 也都有超過13萬的女性 是不能夠 很好地獲得這些衛生用品的 所以我們NSW當然好 那現在就可以派 而這個蘇格蘭 全球是第一個地區呢 就是 在8月15號 就是剛剛上個月呢 就是 也都是通過一條法例 就是免費給學生用 那麼我們NSW 不是排第二呢 不是 因為NSW在前三月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給我們的女孩子 就是可以用這些 免費的衛生用品 不單止是這樣 也都是加強教育 這個一個生理的一個知識 希望我們的同學 是不因為這個生理用品的問題 而阻礙他們上學或者接受教育的 那還有不單止是這樣 你知道我剛才說左膠 這是一個非常環保的決定 現在我們的女士、女孩子 學生、女孩子 這個就要在公立學校 如果你在私校是沒有的 那如果你在公立學校的話 就是有剛才我們用的衛生箭 我們叫做PEX 還有有些是內容的 叫做Tempons 我想香港的女孩子很少用 但澳洲的女孩子多數用這隻 第三就更厲害了 就是這個期間的一些 就是內褲 這些內褲是家口的 可以重複使用可以洗 也都是更加環保 所以我們新洲是全世界第一個 可以免費給學生 衛生的用品 PEX、Tempons 還有現在褲 還有一些Undies 都給了 政府一共用三千萬 去推動這個運動的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因為真的 整件事 第一正確對待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生殖系統 第二就是衛生用品是很重要的 免除一些病啊 或者是一個人如果因為不衛生而病了 社會資源更加是用得多了 所以這個我自己很自豪這樣說 我們的公立學校 私立去Assume 你是有錢你自己買了 我們的公立學校可以這樣免費給我們的同學 我覺得我們剛剛的稅是值得的 不知道兩位有什麼回應 雖然說是幾千萬而已 第一個學生 一個學生在政府校讀書 政府支付他的教育費 已經是一千上萬的了 他一個月幾快的遠戰 其實就是跟學費的資助來比 也不是很重要的 還有女性健康是很重要的 經常說澳洲生育率是不高 我們要注重女性健康是很重要的 交給Jully 你多說一些 這些女性的事 當然是好 不過去年麥爾本維修的公立學校 已經推廣了這件事 去年維修的學校 已經推廣了 他們已經推廣了 跟詩華說的那些 那些就可能不太誇張了 但是全部都是衛生巾 就是放在廁所那裡 就像你所說的 讓他們不要覺得好像是施捨的 不要說要去拿 你明白嗎? 那些弟弟他們有個自尊心 變成要放在廁所那裡 讓這個女生用 所以變成 那時候我已經覺得 我已經覺得真的很好 你知道我們 現在還要穿褲子 想回我們年輕的時候 還要穿褲子 是啊 所以現在 我們也是負面的 收尾的時候還要好一點 還要這樣全面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